第一军情消息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月17号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 叙利亚地面有美英法特种部队 这已经不是代理人战争 而是直接卷入战争 截至目前 这是第一次有权威消息披露 英法等国特种部队卷入叙利亚局势 而美国的介入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透明的 同时 这个消息来自俄罗斯外长 显然是证据确凿 众所周知 叙利亚局势动荡多年 美俄进行代理人战争 已是不言自明 但整体而言 俄罗斯方面占了上风 也借此撬动了 美国在中东曾经不可一世的霸主地位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拉拢几个盟友偷偷出兵叙利亚 美国还是能够做到的 同时还要看到的一点是 美国绝不会轻易在叙利亚问题上认输 目前美国正通过经济制裁 外交孤立和军事威慑等多重手段 向俄罗斯下手 考虑到俄罗斯介入叙利亚程度很深 那么 介入叙利亚危机给俄罗斯进一步放血 无疑就成了美国的如意算盘 不得不说 英法特种部队在叙利亚的出现 绝非什么好事而是一个信号 那就是西方国家可能会联手介入叙利亚局势 和俄罗斯全面摊牌 有利益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竞争 有博弈 有冲突 正因为叙利亚事关重大 俄罗斯才会亲自出手 也正因为叙利亚事关重大 美国才会迟迟不肯松口 还要拉上盟友一起行动 目前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全面对抗 正在拉开帷幕 而叙利亚就是其中一个焦点 如果不出所料的话 美国一定还会继续拿叙利亚问题做文章 英法也绝对来者不善 俄罗斯还是小心点 提前做好准备为宜 免得吃大亏 以上是第一军情为您报道的 感谢收看 今晚会员 准备